《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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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很多人 就好像你望過去一塊草地 會有很多草 很密密麻麻 有些草就會很小 沒有什麼人會記得 或者知道它 就是隱藏它的生活之下 有很多東西忙碌 很多時候都會忘記了它 這個工作坊 就教我們認識社區裡面 不同的野草 之後我們就會外出去找他們 還有找一棵跟你有感應的野草 把它畫在野草手冊裡面 就代表一個很想念的人 或者已經離開了的朋友 一點紅就令我想起 我唯一的吃辣伴侶 但是我們還沒吃完那些村菜 它就遠走他方 那時候大家 炒炒那裏的回憶 就好像凍結了 在那時候的時空 媽媽她十幾年前患病 無計可思的時候 就有朋友告訴她 酸味草的根 煲水 就可以因為她是病的了 我們什麼都試了 我知道其實這個是 一個不可能的願望 但是都給她一些希望 當時我們就 每天去摘草給她煲水 我一看到這個植物 我就想起我媽媽了 她雖然很年輕 但是已經離開了人生 因為病 我很記得我情緒很低落的時候 她試過在餐廳捉住我的手 她的眼神是超級體諒 還有真的理解我 現在想起 會覺得我那時候 經常都有一種感覺是來日方長 所以對她不是很熱情 有時候覺得很難答 現在回想起會很後悔 我覺得草語是要保持可愛 我相信她也會聽到 會想起不就 是 會想起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